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第二季度半导体吸片及吸晶圆出货面积达33.27亿平方英寸 创下近两年来新高 SEMI表示半导体吸片市场正逐步复苏 第二季半导体吸晶圆出货面积33.27亿平方英寸 较第一季增加14.9% 较去年同期增加9.6% 达到了2023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新高 SEMI认为高频宽机一体HBM等人工智慧资料中心晶片 对半导体吸片需求持续强劲 其他元件的晶圆常产能利用率普遍较低 不过库存水位正恢复正常 基于此 SEMI表示半导体吸晶圆出货量展现出积极的态势 但是未来地缘因素和供应链动态依然具有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之下 三星电子日前宣布已和特斯拉 Tesla签署一项价值165亿美元的晶片代工协议 市场认为可能影响台积电业绩 但有机构认为台积电是现在拥有5奈米以下高阶制程的唯一纯晶圆代工厂 粮率高于竞争对手 短期对手难影响歧视战略 机构表示 虽然三星有2奈米GAA制程 但台积电过去累积客户和产品线众多 因此晶圆制造的智慧财产IP也超过同行许多 三星在晶圆制造的智慧财产数量约1万个左右 远输台积电3.7万至4.0万个 IC设计厂在晶圆代工厂投片时 晶圆代工厂若手中握有大量智慧财产 有助于IC设计厂开发晶片流程 因此IC设计厂在选定投片量产晶圆厂除汇考虑粮率价格及交期之外 智慧财产数量更是IC设计厂考虑的原因之一 相关机构称 特斯拉曾因三星4奈米制程粮率不如台积电 转向台积电生产AI5晶片 台积电是现在拥有5奈米以下高阶制程的唯一纯晶圆代工厂 粮率又高于竞争对手 高阶产能全球最多 加上台湾拥有一个完整丰沛的半导体生态系 使台积电竞争力优于同行 另外近日Counterpoint Research也预计全球纯半导体晶圆代工行业的收入 将在2025年同比增长17% 超过1650亿美元 在先进节点方面 台积电是最大的受益者 尽管三星和英特尔紧随其后 随着特斯拉宣布 AI6车用晶片改回三星2奈米晶圆代工 外资金铜分析师陆行之点评 特斯拉社台积电回三星怀抱有五个原因 包括便宜 控制 利益冲突不存在 归毛及分散风险 其调是 三星半导体长约165亿美元大单 预计2033年才将正式揭晓 业界原先猜测为超微AMD与高通部分新订单 从台积电外移到三星晶圆代工 不过 根据路透社报道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已经亲自宣布 以签署一项价值165亿美元 折合新台币4880亿元协议 将向韩国三星电子采购晶片 具体来看 陆行之认为 特斯拉的AI4是三星14奈米7奈米代工 方坠 AI5是台积电4奈米 方坠 但AI6车用晶片改回三星2奈米晶圆代工 订单到2033年至少165亿美元起跳 目前了解不是Dojo 3 System 绑Wafer的SOW系统晶片 而且AI5都还没装在新车上 AI6面式还早吧 不管如何 陆行之许的特斯拉重回三星怀抱 有几个主要原因组成 首先当然是便宜 尤其最近三星3奈米的良率也有改善 数年之后2奈米 良率改善应该不是难事 如此一来 三星提供比台积电较低的价格也相当合理 其次是控制 马斯克说 三星德州厂离特斯拉工厂很近 还要随时进场帮三星改善生产线 这点台积电应该不可能答应马斯克到 TSMC Arizona Fabs到处趴趴走 这里陆行之也不确定 马斯克过去的电动车制造背景 能对半导体制造有帮助 还是老马想彻底了解学习半导体制造 以后想把电动车机器人制造的能力 延伸到更上游的半导体制造 这个野心很大 除了三星外 也没几家系统产品公司成功过 另外 利益冲突不存在 不同于苹果跟三星的关系 苹果当初离开三星 除了技术跟台积电的差异外 三星也做smart手机跟苹果竞争 到目前为止 三星还没有正式踏入电动车及机器人制造 三星集团还可优先提供 DRAM NAND电池产品给特斯拉 所以台积电不跟客户竞争的优势 短期不存在 特别注意的是 龟毛已现在特斯拉 一年卖不到200万电动车 AI4全部不到400万克 特斯拉车用晶片对台积电真的很小 但以马斯克龟毛画大饼的个性 读如什么以后集一台机器人需求 一定也想对台积电予取予求 大客户如苹果 龟毛就认了 但马斯克可能踢到台积电铁板一块 然而到三星就被当神 铺红地毯欢迎光临 最后则是分散风险 如果以后 特斯拉Robotex C服务 And Optimus 3真的大卖 特斯拉找两个代工厂 来分散风险 做不同世代 AI晶片 也算合理 到时候特斯拉可能才会发现 哇乐 台积电怎么量产进度 梁绿 晶片耗能 速度比三星好一大截 还是多转些订单 给台积电好了 尽管台湾业界人士与机构 对于特斯拉与三星的合作议论纷纷 但特斯拉执行长埃隆马斯克 又在其自家的X平台上表示 三星电子在文件中披露的165亿美元 仅是双方交易的最低金额 实际金额可能会达到这一水平的数倍 显然马斯克这种说法 也是对台积电等厂商的间接敲打 三星预计基于规划中 2027年量产的车用版2奈米 公益SFRA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泰勒金元厂 特斯拉代工AI6晶片 换句话说 三星在提升SFRA制成良率方面 仍有不少时间 韩国媒体MK每日经济 也对三星与特斯拉达成这一重磅交易的背后过程 进行了深入报道解读 据称特斯拉原本考虑AI6也交由台积电生产 但台积电因产能订单饱和为由放弃了订单 特斯拉好歹作为全球领先的科技企业 自然无法接受这种安排 因此特斯拉和三星方面就AI6自驾车晶片的代工载 CES2025前后展开接触 最终于7月下旬敲定 期间特斯拉为美国制造的目标 要求三星已在美金原厂承接该订单生产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一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